而桃園市双连路一段一个过岭之曲旁道路路面坍塌 但你看这画面四辆扫克车直接摔进水坑 附近住户十多户延价地下市停放的十多辆车 同样是被水浸泡 工程人员还在抢修当中 桃園市议员初步判断这是水镇沾污堵塞 加上上游水门没关才会酿货 两辆扫克车全都摔进坑里 侧身卡住动弹不得 另一个画面看过去 车辆掉进水坑半个车身都沉在水里 但这可不是驾驶开车不小心 而是路面坍塌了 向道内路址塌陷 整座桥已经陷入水镇里 你们不要从这边停坐 实在太吓人 好好的驳游路怎么会突然坍塌 让车全部甩了进去 赌栽道造成的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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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桃園市双连路 一段一个过岭之渠桥旁道路 因为连日降雨造成路机掏空流失 出现高达20公尺的严重挥裂塌陷 让停在上面的四辆小科车 全都摔进坑洞里 政空所得知消息立刻派请人力抢救 但出事的可不止有这里而已 目前工程人员还在持续抢修当中 医院初步怀疑是脏屋堵塞上有水门又没关才会导致事故发生 以进行受宅住户准备好资料往后进行求偿 过去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形 这是三十年来头一遭 连日降雨让民众都不想出门 但怎么也料到停得好好的车 就这样掉进坑洞里 记者 谢谢小林肖文艳 桃园桑报道